李勇妻子哈文法文 中国传媒大学,中国内地节目主持人,中国传媒大学教师,1987年考入中国传媒大学,1991年,进入中国中央电视台做编导,1996年任专题片编导,并登任纪录片《香港苍苍的解说》,1998年开始出任综艺节目主持人,同年开始主持一支游戏节目幸运52,2002年,主持中央电视台 春节联欢晚会,2003年,主持央视二套的平民选秀节目《非诚6加1》,2004年,担任选秀节目《梦想中国总设计师》,2008年,开始主持名人访谈节目永乐会,2009年,出版自传《永远有礼》,2013年,其人士当案正式从中央电视台转入中国传媒大学,2016年,主持优酷网于土, 联合推出的网络综艺节目《偶像就该降审》,2018年10月25日凌晨5点20分,李永依癌症在美国去世。